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不说漂亮话 只做漂亮事 不走捷径的他自带会跟 到达漂亮话谁都会说 可王一博偏偏不说 漂亮事不是谁都会做 可王一博一直在做 不说漂亮话 只做漂亮事的王一博注定会 是引领潮流的那一个 有些人话说的那真叫一个漂亮 但事一做起来那就真叫一个菜 有些人会贼喊捉贼 有些人会偷天换日 而王一博 只会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向上攀登 有人会说他笨 为什么不走捷径 可他自己清楚 不走捷径才能走得安心 走得长久 走得稳稳当当 而不走捷径才是最大的捷径 不是有句话欲速则不达吗 一直认为 王一博自带会跟 否则年纪这么轻的他怎么会有如此大智慧 对外界的分杂无感 却知道向内而求 讲自己的故事 活独特的气质 乐观地走向前 无所谓多危险 也是 他的最央老灵魂早就被人发现了 用最酷的外表展现着最酷的态度 用最潮的姿态带着最正的能量 用他的话说 只要你的目标是准确的 他就会到达 忘不了 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 王一博在街舞3中3v30的经验 永远忘不了之后开启的疯狂考古 永远忘不了确认真实的他是怎样时的那种惊讶 永远忘不了街舞4开播时 把路波当直播生怕错过一秒的笑话 忘不了的时刻太多了 这就是我看到王一博的开始及后续 越来越欣赏 越来越沉迷 越来越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有朋友曾说过一句话 王一博长成那样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就如我上篇所说 很多人对他见色起意之后却发现 原来他的内在魅力竟然比他的外表还要迷人得多 他的内核如此坚定又如此柔软 如此沉稳又如此温暖 如此善良又如此可爱 如此无畏又如此敏感 太多反差的特质在他身上 和谐又统一 整个人由内而外不仅散发着 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更散发着让人着迷的致命吸引力 有点疾面 由街舞到全部 王一博让人看到后就会欲罢不能 优秀又谦逊 真诚且毫无优越感 他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觉得舒服 这点实在是太难得了 又怎么能忘的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